哈啰 大家好 感谢各位回到 妮宝贝的指甲频道 这一集我们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录影 那就是我家的厨房 因为最近要照顾开刀的U卡 所以走不开 所以只好跟她一起生活 也请大家稍微习惯一下 我家可爱的厨房 今天要来谈的例子呢 很特别 它是一个在2018年3月份 好 曾经很严重 然后来我们这边做处理 到2018年12月 变得非常漂亮 离开我们之后呢 在2020年的2月份 又再度回到妮宝贝 看到她的时候呢 基本上她的指缘皮肤已经变差了 她又开始重新抠她的指甲 开始破坏指缘皮肤 对于客户重新回来矫正 我们都是非常遗憾的 但是我们也借着这个例子 来和大家谈一下 矫正完之后 要如何维持矫正的状态 像这种一开始 就是这么不好 到后面变好 可是后来一两年之后 又需要回来妮宝贝 重新处理的状况 简单来说 如何让自己的指甲不要变差呢 那就是矫正完之后呢 继续做好日常的保湿 在这边 我们推荐妮宝贝精油产品 不含化学防腐剂 不含果酸 采用天然精油跟植物油 去调配的紫月油 跟外用膏都非常适合 尤其是适量涂抹 一天实测的情况之下 都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回到这个例子 稍后会从五大目标来讲 矫正前的状况 水晶指甲到凝胶指甲 然后再后来 我们处理飞甲 以及矫正完成 也就是它第一段 矫正成功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指甲矫正前 看一下2018年3月份 指甲的状况 嗯 的确没有很好 在我眼中 我对这个客户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 2018年矫正完之后 我们就把她的照片留着 想说以后来写文章 但是因为可以写的例子太多 已经准备了900多个了 所以呢 就一直放着 2020年这位客户重新来矫正 重新看到这个客户 特别和她商量 把她之前的例子 再加上2020年 第二次指甲矫正的例子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感谢这位大美女 非常大方的让我们分享啊 碍于不能使用客户的照片 只好拿配爷的照片充当一下 是的 她就是一位可爱大方 亲切友善 谈吐优雅 善解人意 而且有超高学历与精力的一个女生 像这样子的客户 基本上是妮宝贝 非常典型的客户群 而这些在职场上面 非常努力也很成功的年轻女生呢 她对外在的事情 总是有非常完美执着的追求 所以对内的一些破坏紧张 反而去发泄在她抠咬指甲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18年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状况 那时候指肉肿胀 飞甲非常的严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她的指缘也是非常干燥的 而且皮肤有脱皮硬解的现象 引导她忍不住要去撕拨抠咬 她的皮肤跟指甲 这是最常见的破坏指甲的案例 大拇指也是有一样 不是那么健康的状况 水晶指甲时期 因为指甲太短 没有覆盖完整的甲床 在学术上面 我们称作叫甲床外露 或叫甲床萎缩 这个时候 我们会用水晶指甲 去延伸一点点指甲 去遮盖外露的甲床 把外露的甲床挡住之后呢 就可以避免来自主人的破坏 那就可以加速这个甲床的一个修复 由于我们的拍照呢 都是下一次见当面才拍照 所以我们看到的指甲是 做完水晶指甲之后 10天的状况 它初期进步非常的快 之前遮盖甲床那个水晶指甲 现在已经长到指缘的尖端 成为一个半透明的水晶指甲 各位可以看一下图片 有没有 有一段小小的半透明的指甲 那一段那一小段 就是原本来遮盖甲床的水晶指甲 凝胶指甲时期 第一次做完水晶指甲之后呢 才短短两周 因为保湿做得好 所以它的真指甲 就迅速的飞展 而遮盖了大部分的甲床 这时候它的甲床外露的现象 已经算结束了 进步到甲床萎缩 那对于甲床萎缩来说 通常我们比较常用的是凝胶指甲 为什么呢 因为凝胶指甲比较有弹性 相对于非常硬的水晶来说呢 它更适合逐渐变长的指甲 因为正常的指甲长度 难免会有外力的凹折 破坏跟撞击 更适合使用韧度比较强 有一点点弹性的凝胶来做矫正 这样子可以让凝胶指甲 在指甲上面待得更久 承受更多的破坏 非甲处理 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的状况 它的指肉是肿胀的 也就是指甲下方的肉是肿肿的 因为那个肿肿的肉呢 一直不断的有一种推力 把指甲往上推 所以才会把中指这样子推成飞甲 它的指甲长出来之后呢 不是微微的往下长 而是被推积的微微往上长 就它不只中指 无名指也有飞甲的状况 这么短都这么明显了 那再长一点的时候飞甲会更明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2018年7月份的时候 因为指甲长长了 所以飞甲的部分反而变得更明显 它有一个飞的转折 慢慢的涨到前端去 无名指也有一样的状况 所以虽然指甲长长了 可是飞甲的状况 也变得比较明显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认真处理飞甲了 我们会利用角正形的凝胶材质 去填补出一个标准指甲的弧度 也就是把原本飞起来的指甲给填起来 让它有个漂亮的弧度 并且利用修膜的技术 去做出更完美的形状 去引导后面长出来的指甲 照着我们想要它长的方向去长 而逐渐变回一个标准的甲型 到了2018年8月份的时候 它的飞甲是不是看起来 就稍微改善一点点 而且起飞一点 稍微往前推了一点点 无名指也有类似的状况 那当然啦 到了20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 飞甲就改善了不少啰 哈哈哈 指甲矫正完成 到了2018年的12月 这个可爱的大正妹 经过9个月的努力 这个9个月之内 它准时回来修补支架 而且非常认真的做好日常保湿 而且平常也努力的去保护指甲 跟子余的皮肤 不要去破坏它 不要去抠它 不要去咬它 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健康的指甲 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左边是3月份的指甲 右边是12月份的指甲 改善非常多 应该不用我划线了 哈哈哈 来 大拇指一样有非常多的进步 右边照的有点糊 请各位原谅我们 那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2018年3月份的时候 哇 指甲很短 可是到了2018年的12月 嗯 指甲就变得正常了 不仔细看 应该是看不出来 有破坏指甲的痕迹啊 指甲重新矫正 在2020年它又重新矫正了 这次看到它手指头呢 呃 虽然难过的是要重新矫正 可是开心的事情是 它其实并没有回到 2018年的一开始那样 那么的糟 所以我们直接第一次 就采用了凝胶指甲的材质 去填出一个标准的弧度 而且也利用胸膜去控制形状 引导指甲的生长 让它逐渐变回正常的指甲形状啊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拍影片的当下 已经是2020年的8月底了 这个例子 第二次矫正的照片 跟相关的资料 也准备出来了 在日后 我们也会把它第二次矫正的例子 分享给大家来看 到这边 我们回到了最重要 想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 那就是 如果你不希望矫正结束之后呢 隔了一两年 指甲状况又打回圆形的话 那就要特别注意 平常皮肤的保湿 非常的重要 因为皮肤保湿没有顾 你的紫园皮肤就会变烂 紫园皮肤烂了 就会去抠它 抠了就会肿 肿了就会飞甲 就会扇形 之后 源源布局的破坏指甲的状况 就会持续的延续下去 而又回到了 过去很不好的现象 如果不希望重复矫正的话 强烈推荐 妮宝贝的精油产品 不含化学化妇剂剂 不含果酸 采用天然植物油跟精油 紫园油跟万用膏 最适合破坏指甲的朋友们 试掉时用 一天涂10次 好好保护你的皮肤 让你的指甲状况 能够长长久久 持续下去 并且 不让你宝贝赚第二次钱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例子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想要和我们讨论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哦 感谢各位陪我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